同学们好,这节课给大家介绍女性生殖系统 那么这节主要给大家介绍卵巢、输卵管和子宫 首先我们看一下卵巢 卵巢大家了解几个内容 一个是形态,什么样子 位置在哪 功能 固定的桩子 是个问题 首先大家看一下卦图 我们看一下上图 上图这个图怎么看呢 是从上往下看小骨盆 这是小骨盆上口 那么盆墙里面的器官 女性的前边膀胱 中间指宫 后边直肠 大家观察指宫的两侧 向上后方弯曲的这个管道 叫苏卵管 那么苏卵管所环抱的一个来源性的结构 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卵巢 再仔细观察一下 大家看卵巢是在小骨盆的侧壁上 每侧一个 那么在这个腐膜的身面 有一些血管 大家看这个隐约能见到一个动脉 到下肢去的 这叫恰外动脉 还有一个奔盆腔去的动脉 这叫恰内动脉 两个动脉交叉的这个部位 形成一个深窝 这个窝有个名字叫卵巢窝 所以卵巢正好在卵巢窝这个范围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从形态上来看 形态 卵巢是一个扁卵圆形的这样一个器官 表面凹凸不平 解释下 这是成人的卵巢 小孩卵巢表面光滑 为什么成人的表面凹凸不平呢 大家知道28天排卵一次 排卵本身是卵巢表面破溃 把卵细胞释放到腹腔里边去 破溃的部分需要修补 修补以后是不是形成一个凹窝 那么每个月都排卵 每个月都排卵 不断形成凹窝 表面就是凹凸不平 凹凸不平 所以它的形状是扁卵圆形 表面的特点凹凸不平 第二个看一下位置 位置 位置大家注意 我们看一下腹后臂的血管 腹后臂的血管 主干在第四腰椎水平 开始发分支 每侧一个 然后又发分支 注意名称 这个叫腹阻动脉 发出的这个分支 叫恰肿动脉 恰肿动脉在底恰关节前方 又奔盆腔去的一个动脉 叫恰内动脉 还有一个呢 直接通过腹根阴 到大腿去了 到下肢去了 这个叫恰外 这个叫恰内 这个叫恰左 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看到动脉呢 这两个分支 分叉处 在这儿呢 形成一个抚膜的摇窝 这侧也是形成个腹膜窝 这个窑窝 就叫卵巢窝 我们所说的卵巢 就在这个窝里边 在这个窝里边 那么卵巢和子宫 它的形态 我们在录像上已经看到了 输蓝管啊 是环绕卵巢 这是输蓝管 然后子宫 这侧也是环抱着卵巢 所以这两个位置 前方是膀胱 后方是直肠 这两个来源性就在这儿 所以位置上我们说 是在卵巢窝内 那么它靠什么结构来固定它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侧 输蓝管 给它向外迁拉 这是膀胱了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是小骨盆上口 向外迁拉 这是指宫 迁拉输蓝管 这是阴道 我们画一侧就可以了 迁拉以后我们看到的卵巢 它有两个硬带 它有两个硬带 内侧一个硬带 外侧端 像骨盆 侧方有一个硬带 这两个硬带 再加上卵巢 和苏蓝管前边有一个 子宫 子宫扩硬带之间 还有一个细膜 还有一个细膜 那么子宫扩硬带呢 在这儿 整个包扰 苏蓝管 向下垂掉的 这样一个抚摩周壁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硬带 叫卵巢 玄印带 卵巢 玄印带 是卵巢上端 到骨盆侧壁之间的一个印带 还有一个叫卵巢 固有印带 卵巢固有印带 是它的下端 或者内侧端 到子宫角 这样一个印带 还有一个装置 叫卵巢细膜 靠这么三个装置 来固定卵巢 解释一下 什么叫卵巢细膜呢 大家看 在这儿 我们做一个丝状切面 从外向里边 来看这半部分 那么首先 我们能看到子宫的轮廓 侧面的轮廓 像个倒直的梨形 还能看到 苏兰管的断端 卵巢的断端 下面看这个印带 固印带怎么形成的呢 包扰苏兰管 向下一支到盆底 后层 向下 又包扰了卵巢 然后到盆底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两层 它有一个名字 叫子宫的阔印带 子宫的阔印带 那么卵巢和阔印带 后臂之间 也形成一个双层反折 这个叫卵巢细膜 那么大家看 这儿还有一个双层反折 输蓝管 形成这个双层反折 也可以叫输蓝管细膜 输蓝管的细膜 再说一下 这两个细膜 实际都包到阔印带里 整个这个结构 抚膜形成的整个这个结构 叫阔印带 叫子宫阔印带 输蓝管正好在阔印带的上缘 但是对揽巢来说 这双层还可以叫揽巢细膜 也是固定揽巢的一个结构 它和后臂 阔印带的后臂相连接 那么最后我们说一下它的功能 卵巢的功能 就是产生卵脂分泌此性激素 此性激素维持女性的第二性质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卵巢 第二个问题 我们提一下输蓝管 输蓝管 首先要搞清它的形态 输蓝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内侧细 外侧粗 而且又长 又弯曲 所以它是一个长而弯曲的喇叭形机型管道 喇叭形机型管道 这是从形态上来看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输蓝管的位置在哪呢 大家看这个图 把输蓝管展开以后 我们看包扰输蓝管有个魔状的结构向下垂掉到盆底 这个叫子宫扩印带 它的位置是在扩印带的上圆内 子宫扩印带的上圆内 那么这块应该除外一个结构 除外什么呢 输蓝管一会儿我们讲分部数 大家就知道了 除外 子宫部 输蓝管有一部分叫子宫部 它位于子宫壁内 不在困难里 不在困难里 这是从位置上来看 第三个呢 我们要知道输蓝管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我们从图上大家看一下 子宫向两侧水平外深的 这就是输蓝管了 延后 逐渐逐渐膨大 末端形成漏斗状 而且有一些纸状的凸起 这是我们看到的子宫 我们把它破开 子宫内的腔系 子宫下方呢 这是阴道 女性的阴道 这是展开的 不是自然状态的 不要理解 输蓝管自然就是这样的 自然状态是盘取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输蓝管的管壁 把它破开了 这都是内腔 这都是内腔 我们看第一部分 分部的第一部分 叫做尖子部 也有的管壁叫子宫部 在哪呢 大家看在这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我们看子宫部 子宫部就是在子宫壁内的这一段 所以它不再困在上边内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叫侠部 侠部 是这个 由子宫水平向外伸展 它的特点呢 短 而且直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呢 我们比较下它的管壁 侠部的管壁 是不是比这一部分要厚啊 所以它呢 枪小 壁厚 侠部的特点 男 那个女性 苏蓝管结杂 就在这一部分 所以女性结杂 就在侠部 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 长 而且弯曲的这一段 这个叫虎腹部 虎腹部 它的特点 长而弯 枪大 弯薄 最后看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它名字叫漏斗部 也有的管它叫散部 是个倒直的漏斗状 重点注意特点 口的周园 有很多子状凸起 这个叫苏蓝管散 它是一个子状的凸起 叫苏蓝管散 苏蓝管散 所以把它分为四部分 四部分 这是苏蓝管 第三个呢 我们要提一下子宫 这是我们的重点 子宫 子宫它的形态 应该如何描述呢 我们从盆腔的 丝状段上 大家看一下 女性盆腔丝状段 持股联合 抚钱臂 后方呢 膀胱 短直 阔 女性尿道 阴涕 小阴唇 后方是阴道 阴道上方 这个结构就是子宫了 后方呢 这个场管 应该什么场 直场 从这图上我们看 子宫的位置 首先定一个线 这条线是小骨盆上口线 子宫位于谁和谁之间 前膀胱 后直肠 在膀胱直肠之间 上端不超过小骨盆上口 下端在这儿 下端应该不低于哪儿呢 不低于坐骨肌 如果子宫低于坐骨肌了 到阴道里来了 就叫子宫脱催 分三度 严重的三度脱催 子宫镜在阴道口露出来 这就是固定子宫的桩子 要松弛以后会引起它的下吹 所以正常的子宫 不低于坐骨肌 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体位呢 大家看 它是个道直的理性 但是是弯的 保持一个轻度的前倾前趋位 把这名字写一下 前倾 前趋位 而且是轻度的 解释一下 什么叫前倾 什么叫前趋呢 我们看一下 子宫 它是个弯曲的 那么子宫体的长轴 它俩怎么分呢 从这分 上三分之二叫子宫体 下三分之一 子宫镜 和子宫镜的长轴 这个夹角 叫前趋角 这个叫前趋 我们再把阴道 画上 这是阴道 我们看一下 子宫体的长轴 要是和阴道的长轴 相比呢 形成的这个角度 叫前倾角 所以它保持轻度的前趋 前倾 如果极度的前倾前趋 或极度的后倾后趋 都会造成不晕症 所以正常子宫的位置 是轻度 这是我们讨论它的位置 与比临 位置比临 我再重复说一下 子宫的位置 应该在膀胱直肠之间 上端不超过上口 下端不低于坐骨计 保持轻度的前倾前趋 两侧 有苏蓝管 滥潮 这是从比临观性来看 下端 是阴道 两侧苏蓝管 滥潮 下端是阴道 前膀胱后直肠 正因为这样一个比临关系 大家就理解了 为什么孕夫会有尿频 便秘的现象呢 大家想 孕夫哪个体积增大 职工增大 那么造成了膀胱直肠 是不是受压 膀胱要是一受压 膀胱不能过度的充盈 储存点尿就得拍 储存点尿就得拍 这是尿频 如果直肠受压的话 直肠里边的残渣 排泄是不是就受住啊 大家知道 食物残渣在直肠里边 停留的时间越长 直肠有的功能是什么呢 吸收残渣的水分 所以水分被吸收的越多 分辨由远 食物变成干 变成硬 这就是便秘的来源 所以位子和比临 大家把它搞清楚 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子宫的分布 子宫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我们把子宫给它放大 把它断开 看到内窍 下边的阴道 是个畸性的管道 阴道下端 处女膜 小阴存 大阴存 这就属于外生之器了 这是阴道口 阴道口 那么阴道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皱壁 子宫可以分为几部分呢 首先大家看这一部分 向上 比较圆凸的这一部分 它的名字叫子宫底 我们再看子宫下三分之一 这个比较圆凳的这一部分 叫子宫镜 那么底和镜之间的部分 我们先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叫子宫体 子宫体 那么大家注意 体径之间一形的这一部分 不足一个厘米 这叫狭 子宫狭 我再重复说一下 外形上 上端叫底 体 狭 镜 四大部分 那么大家再看阴道 环绕了宫镜 环绕了宫镜 那么我们看 环绕的这一部分 我们做一条虚线 就说明 下边这个宫镜 是被阴道环绕的 而上边没有被阴道环绕 所以这两部分 又有两个名词 这个叫阴道部 这个叫阴道上部 这两部分实际就是 谁啊 子宫镜 子宫镜 狭部注意 它不到一个厘米 可是在润成的时候 可以称长7到11个厘米 7到11个厘米 这是子宫的分布情况 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固定桩子 固定桩子啊 大家能理解 它这个立体 这个状态就行了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 大铁桶 后臂高 前臂呢 比较矮 铁桶前边 钻点窟窿 铁桶的底部 我们固定一个板子 一个很宽的板子 现在啊 让一个人坐在铁桶里 大家想这个人怎么坐 能位置最稳固呢 我们让他低头 坐下了 然后两个腿呢 膝关节 头埋到膝关节里边 像这侧有一个腿 支出来了 像这侧又有一个腿 支出来了 头靠到膝 裤腰带后边 酸俩绳 固到铁桶后臂上 然后两个手呢 这侧手 扶着铁桶这个臂 另一个手 扶着另一个臂 大家说 这束支是最稳固啊 下边不蹭眼镜 因为有板子 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 最大的单子 从上 自然的下落 大家看形成多少个皱臂 这就是固定 子宫的装子 我们蒙一下 一看头部 然后呢 上肢 手 双层抚摩皱臂 这就是子宫扩阴带了 对侧的 上肢 然后小腿 又形成了两个皱臂 须杆下去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侧 后方 这有一个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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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子又形成一个皱臂 下边呢 做的这个就是那板子 我来解释一下 子宫靠哪些印带来固定它呢 首先我们看 上肢下方悬掉的这双层 是不是应该叫子宫扩印带呀 子宫扩印带 大家注意这个断端不是断端 是和盆侧臂的腐膜相异性了 所以子宫扩印带 它的功能是防止子宫左右一位 两个膜给固定了 这是一 阻印带就是这个板子 扩印带的基底部叫阻印带 是不是防止子宫下沉呢 子宫扩催 阻印带要是松弛 容易造成子宫扩催 那么小腿形成这两个皱臂 所以叫子宫原印带 一直到大阴存 子宫原印带 子宫原印带 为什么要它头夹着膝呢 膝夹着头 就是保持身体的前倾状态 所以这两个印带 是保持子宫前倾的 那么扩催带后边这两个绳 形成这两个皱臂 叫子宫底骨印带 是保持躯干的前躯角 就保持子宫前躯 这个保持前倾 这个印带房子左右一倍 主印带房子向下 所以大家记住 四个印带的名字就行了 第一个 子宫扩印带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第二个 子宫主印带 第三 子宫原印带 第四 子宫 第一股印带 固定子宫的装置 有四个印带 这是我们看到的子宫 那么在最后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 来总结一下 这部分的解剖 首先我提一下 什么叫做宫外韵 那么大家看看 受孕的过程 我们看 大量的精子进入阴道 游动到子宫内 然后奔哪去 奔苏蓝管 奔苏蓝管 那么大家注意 卵巢是不是释放卵细胞 卵细胞通过漏斗布接收 到苏蓝管去了 比如这个是个卵细胞 已经到这了 和精子相遇 变成受精卵 受精卵 正常情况下 这个受精卵 是不是逐渐往里边移 到子宫内膜着床 发育 这是正常 如果这个患者 瑕布比较狭窄 或者说过去得过 苏蓝管结合 造成瑕布的苏蓝管粘连 那么肥大的卵细胞 还能不能进入子宫 这时候就进不去了 它就停留在宽大的 呼腹部开始发育 我们来看一下血管 血管是由子宫动脉 粗大的子宫动脉 然后 验照这个边缘 来营养苏蓝管 这是营养子宫 下边这个字是营养阴道 这个叫子宫动脉 那么当苏蓝管肥大了以后 越来越大 大家想 鱼曲的血管 是不是就变紧了 首先把它拉直了 由于它管腔的扩大 拉直了以后 大家想 这树蓝管 这已经扩大了 这是漏斗波 血管由直又变紧 由紧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不是断了 造成大出血 公外孕 为什么大出血呢 就因为把周围的血管拉断 再解释一下子宫破裂 子宫破裂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看到 子宫分部里提到了一个公辖 公辖只有一个厘米 在认成时候 变长 那我们看认成 子宫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 大家看 比如说 这是个胎儿 膝带 胎盘 那么我们看一下 子宫 宫口开大了 下边的阴道 也扩张了 但是呢 产妇的骨盆下口 特别狭窄 孩子出不来 出不来 大家知道子宫啊 是体内最发达的一个平花机 构成的器官 宫底还在强烈的收缩 那么大家设想 如果给你一个气球 把气球的底部捂住 然后吹这个气球 是不是就是两个侧臂越来越薄 这俩侧臂就是侠部 越沉越薄 7到11个厘米了 孩子还出不来 宫底还强烈收缩 是不是继续拉呀 我们再看 子宫动脉是怎么走的 子宫动脉呀 予取向内 然后形成生脂 这样子 由于侠部不断地拉长 也是予取血管变直 然后变紧 最后有没有断 这个断了可了不得 因为这个子宫动脉呀 很粗 造成大出血 大出血 所以在临床上 这个孕妇啊 观察很重要 如果发现腹部发生这样的改变 大家看啊 腹部呈葫芦状的改变 这块形成一个深沟 那么这个胎儿明显的 胎头和躯干的轮廓显现出来了 这叫病理收缩环 出现这个环 而立即跑不断 否则自攻破裂 好 这节课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 下次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